顺我者郭台铭 实践也证明 无论你怎么舔红社会 怎么顺从他 只要你和他绑在一起 你就是他永远强大的备胎 需要你时你是郭总 不需要你时你就是捞总 大家好我是大树 红鬼之整人有遭最下流的招数 那就是名誉上搞臭 经济上搞垮 肉食人消灭 想必大家也看到了 这只看不见的红爪子 想伸多远就伸多远 当然这就是命运共同体 当他和你绑在一起的时候 那恭喜你 你成功被红鬼子附体了 中邪了 距离台湾大选没多久了 在以前的这个视频中 我有和大家说过 红鬼子没理由武统台湾 但是他会着重对台湾的大选下手 让台湾人自然的放弃抵抗 而且要名誉上搞臭 美国形成一个他自己的恐怖势力 去颠覆世界的秩序 那现在我说的这话呢 都在这几天就发生了 郭总就是一个典型的悲剧 我记得郭总呢 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绝非舔共卖台 我是个经纪人 是啊 这个红鬼子经纪人多了去了 最后发展来发展去呢 都成了红鬼子的 那我记得呢 最早呢 我就吐槽过国民党的首席大将 侯友宜啊 我刚看了两眼啊 我就知道这是猴子 进来的逗逼 因为一个国民党的大将啊 竟然背负着红社会的重任 而且他的支持率呢 也不低 那至少呢 证明台湾呢 有相当一大部分人呢 是红鬼子的信徒 由于侯友宜的失利呢 不久后呢 郭台铭便出场了 但是那时候呢 我都在吐槽别的事情啊 没来得及吐槽我们的郭总 可是大家不觉得 一切都太巧了吗啊 我一个外围的人 我都看出来 侯友宜不行了 那台湾本土人除非瞎 不然谁会选侯友宜呢 但郭总啊 却要全力以赴 支持侯友宜 直到侯友宜真的不行了啊 已经没有希望了 郭总呢 便出来要以独立身份参选啊 来获这个悉尼 那从郭总的变脸来看呢 一会儿是猴粉啊 一会儿又独立参选 这显然就很不正常了 对吧 那么我们就好奇了啊 这个郭总出来到底是干什么 是整合蓝白阵营呢 还是为民进党助攻呢 正当大家猜测的时候 红社会又给郭总来了一个查学表 大家想想啊 对于大老总来讲呢 红社会不会轻易的查学表 但是一旦他查起水表来 那就是出重大问题了 可是我们也知道 红社会呢 经常演戏给大家看啊 一盘大旗呢 不一定都用在今天啊 也许是用在明天的 就我们知道 这个郭总呢 八月底啊 就在这个记者会上啊 他就说啊 自己受到了红社会的威胁啊 自己的公司会被对岸查水表 那当时呢 郭总毅然决然的就说啊 查吧 你们查吧 我不怕你 可是我们想一想啊 用自己的公司做牺牲 去换台湾的将来 这样的人多难得啊 是吧 可是郭总呢 也说过 自己是一个商人 我认为啊 一个把大部分资产 压在大陆的商人 要用自己的一切 去赌一个不确定的啊 甚至是很难实现的 这个台湾总统梦 我认为这个赌注太大了 甚至违背商人的心理和常理 是吧 那一个人敢这么做 要么呢 是他被绑架了 那必须这么做 对吧 要么呢 就是他是红鬼子的自然经纪人啊 要么呢 就是他反了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啊 他显然就是没反 那什么才是郭总的真面目呢 我经常说的一句话 谎言呢 不禁推敲 如果按照墙内以往的查水表来讲啊 他争取搞一个对立的人啊 他会真的是名誉上搞臭 经济上搞垮 肉体上消灭这个人 我认为呢 富士康被查之后呢 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发酵啊 舆论战 假民调 都会助攻郭总 直到其成为真正的台湾郭大侠 那么台湾的未来呢 也就留下了一个 可以随时和红社会 保持沟通交流的郭大侠啊 而如果郭总呢 假如像恒大一样 有提前转移资产的可能性 那么红社会的这一招呢 就安置了郭总的去留 如果突然退选 那么蓝白的整合呢 也就显得非常自然了 当然呢 搞不好呢 他就送人头了啊 就助攻民进党了 不过呢 我也好奇啊 这个红社会突然查富士康 他难道就不怕外资撤离吗 所以我认为呢 从这些不合理的合理来看啊 这些都是戏 如果郭总真的要以自己的财产 去换红社会不打台湾 那么一定是台湾自然的回归 如果自然回归 自然也就不会再打台湾了 就这么简单 对吧 也就是说 这盘大棋 无论郭总呢 表态不表态 他都已经是红社会牵着走的一个棋子啊 再往前走呢 就让你成为红社会的敌人 一无所有 或者呢 给其画饼啊 许下什么承诺啊 成为他的线人 而如果郭总要是现在退出的话呢 他虽然不会赔的太多 但至少呢 也得乖乖听话啊 不是你养活了中国大陆一百万人 而是我红社会 伟大了你 杀鸡尽猴嘛 对吧 虽然成为了小丑 但是舆论 可以再把他变成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啊 这就是红社会的魔力啊 所以呢 我说啊 顺我者 郭台铭 实践呢 也证明啊 无论你怎么舔红社会 怎么顺从他啊 只要你和他绑在一起 你就是他永远强大的备胎啊 需要你时呢 你是郭总 不需要你时呢 你就是闹总 那说到这个杀鸡尽猴呢 第二个人啊 就是民进党的立法委员会的赵天龄 说他这个包养大陆小生啊 有婚外情 那我觉得啊 这个赵天龄的这个爆料呢 实则就是告诉所有啊 这个被绑架的这群人 你们的私货 墙内都有 顺我者 保你的真结 你我者啊 就是赵天龄啊 所以呢 如所有民进党的丑闻事件一样啊 这些内容给民进党 留了一个普遍的印象啊 那就是只会耍嘴炮啊 却又不堪入目的腐败政绩 那我以前呢 也吐槽这个大陆官员偷情的这些事件啊 那那个时候呢 我喷的也很狠 但是对于赵大人呢 我一般是嘴下留人的啊 必须要维护民进党啊 因为很简单啊 如果红社会拿下台湾啊 那么赵天龄事件呢 会更多啊 那么选民进党呢 就最适合不过了啊 因为民进党呢 直接断开了赵天龄事件 更为广大的繁殖 只要不被红社会拿下啊 你就永远见不到这么多的赵天龄 对不对 那我说到这儿呢 可能有群人又不爽了啊 那为什么给台湾谋福的人不能是民众党呢 对 但是民众党里没有这种丑闻吗 都有吧 是吧 但是呢 我们看这个柯P啊 把各位送回大陆的几率 至少是50对开 对吧 也就是说 选了民众党啊 那么赵天龄事件 不还有50%的几率会繁殖吗 好 我是大树 今天视频呢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 拜拜